安东尼·洛宾是美国著名而成功的科学家,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,一个人的成就往往与他拥有的支持者和帮助者的数量成正比。 因此安东尼指出,影响人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人才、家庭背景什么的,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良好的亲和力。 如今人到中年,更懂得有些话不可以说,有些架不值得吵,话有三不说,常言道人言可畏,有时候言语比锋利的刀剑更伤人,一句漫不经心说出来的话,也许会深深刺痛对方。 汉明威说过一句治理名言,我们用两年学会说话,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。 说话是本能,闭嘴才是本事,但闭嘴不是什么话都不说,而是懂得什么话该说,什么话不能说。 一,闲话不必说。 我们常把背后议论别人,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,称之为闲话。 生活中总能看到有些人,将别人的私事当八卦,逢人便说,将别人的糗事当成谈资,与其他人分享。 但闲话,其实不必说。 说闲话,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,增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,反而容易让别人反感。 没有谁敢跟爱说闲话的人,分享自己的事情,他们往往守口如瓶,不四处传言的人倾诉。 不说闲话,才是有修养的体现。 二,气话不能说。 气话不能说,因为气话最伤人,也最难以收回。 一百句气话中,几乎找不到一句是冷静之后,不感到后悔的。 气话不是声音,而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,扎在心头上。 哪怕事情过去,伤口愈合,心头也会留下伤疤。 等到下一次再生气时,这些伤疤又会被揭开,这些旧账,伤害又会被提及,留下永久的阴影。 因此,气话不能说。 真正克制的人,哪怕画到嗓子眼,也能咬紧牙关,不让气话冲出来。 三,空话不敢说。 嘴里说句话很容易,难的是实现的过程。 有些人总是轻易答应别人,或许诺别人些什么,但到头来才发现,自己无法实现。 这过程是搬起石头想放下,却砸了自己的脚。 答应的是,如果无法实现,就成了一句空话。 空话是说时爽快,过后却很尴尬。 常说空话的人,会被人贴上不靠谱的标签,久而久之,就少有人会请他帮忙,也少有人愿意被他帮忙。 不说空话,才是靠谱的前提。 靠谱比不靠谱更难做到,但我们都希望自己靠谱,不是吗? 每个人给人的印象,首先是外形,其次是说话,然后才是行动。 外形无法轻易改变,但说话可以。 一位不说闲话,气话,空话的人,更令人刮目相看。 愿你今后,也是一位不说嫌弃,空话的人。 嫁有三不吵,人这一生没有不吵架的。 脾气再好,再温柔,再善良的人,都免不了因为一些事情吵架。 只是有些价值得吵,有些价不能吵。 一,不吵群人之价。 吵架在所难免,但如果是一群人之间的吵架,那有的选择,最好不要参与。 因为一群人之间争吵,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,慢慢地都会变成强化的过程。 别人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内容,只留心你什么时候换气,好打断你的话,换为自己发言。 所以吵群架没有结果,只会徒增利器,伤了和气。 吵群架没有赢家,谁都是这次争吵的受气人。 面对群架,不听,不说,沉默是最后的赢家。 二,不吵面子的假。 俗话说,死要面子或受罪,大多数人都好面子。 他们宁愿损点钱财,费点时间,也要显得有面子。 但在吵架中,面子却是最不值钱的,赢了面子,输了道理。 争吵刚开始是争一个理,争一个对错,但吵到最后,味道就变了。 对错已经不重要,都在争一个面子。 你会看到生活中,有些人明明没理,却扯着嗓子,仗红了脸在那吵。 无论别人怎么指责都不罢休,而是反复说,我不管,总之你今天必须怎么怎么样。 他所要的,并非是那个怎么怎么样,而是面子。 可面子是自己捡起来的,不是靠别人给的。 吵得越凶,越是没面,甚至可能把紧剩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 一个有风度的人尽量不争吵,吵也争一个理,不会为了面子争得面红耳赤。 三,不吵情绪的架,人最怕意气用事,情绪上来就失去理智,纯靠本能与情绪行事。 吵架尤其不能太放任情绪,吵情绪的架。 人控制的情绪就像猛兽的绳子,猛兽越冲动,兽就勒得越疼,而猛兽也可能咬伤别人,留下永久的伤痕。 不吵情绪的架,才能避免伤到自己,也不会去伤害别人。 不吵群人,面子,情绪的架,并非让人一味忍耐,退让,而是看清楚什么该争,什么不该争。 吵群架没完没了,开吵没有赢家,沉默才能保持不败。 吵面子的架,并不能赢回面子,反而让人更难堪,礼到为止,哪怕道歉都显得有风度。 吵情绪的架最危险,开工没有回头见,情绪到头只会伤人伤己。 也许有人会问,那这样一来,还有什么架能吵? 排除掉这些,如果没架可以吵,那就是一件幸事。 人生本来就是游戏人间的过程,争吵的日子越少,欢喜和谐的日子就越多,与朋友们共勉。 好了,今天分享到这里,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,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感谢你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